哈喽 大家好 又到了周末 咱们一块给大家分享这个拆解要点的时候了 那我们这周的车型呢就是我身后这台 我们的经典二号车 就是上一代的麦瑞堡 那当然呢对于这代麦瑞堡呢 其实也是就是 雪佛兰进入中国的第一代的麦瑞堡 因为麦瑞堡已经有很多代了 所以说这台车呢在当时中国的销量 其实还是很高的 以至于路上的保有量其实还是挺多 当然呢这台车呢现在已经停产了 尤其是现在还在路上跑那些车呢 也是有了一定的年份的 相信有了一定的年份的车呢 小伙伴一定是愿意自己DIY的 如果说你是这台车说主的话 如果说你有DIY的序的话呢 也别忘了看我们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饼花跟小伙伴 去讲解这个拆解要点 是因为我们走过的坑 不希望你们走下去呢 具体是我们怎么拆开的呢 现在可以轻大饼花和小伙伴去捞捞一下 OK好 还是先说一下浅杠啊 其实这台车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拆的 先说一下浅杠 没有什么太多难点 顶端有相应的螺丝卡扣 可以去相应的处理一下 然后呢边上这边螺丝卡扣相应的处理一下 顶端是有一颗螺丝的 把这颗螺丝拆掉以后 然后呢顺着啊 然后把一抠 然后就可以了 相应的插头 记住要处理一下 然后有一个插头 两个插头 然后还有呢 因为我们这个车呢 是一个仙灯的这样一个配置啊 所以说前面呢 是有大灯清洗的 这一个管的 所以拔的时候呢 也要去注意一下 它的这个水头啊 实在这一块 是一个快拆头的形式 下面的螺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这个螺丝位 好 给小伙伴去指一下 螺丝位螺丝位 卡扣卡扣 螺丝螺丝 把螺丝卡扣的拆下来之后呢 前面的 钢瓶呢 就拆下来了 前面的钢瓶还是很容易处理的 然后我们现在说一下呢 后面的这件事 到后面呢 先跟小伙伴看一下 首先呢 大灯呢 是不用拆的 因为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嘛 总是怕这个出现问题 所以说呢 保险期间把大灯拆了 其实呢 是不用的 先说一下下侧啊 下侧呢 也是相应的螺丝卡扣 拆一下 顶端有一颗螺丝 是在这边一个位置啊 给小伙伴去看一下 好 就是 这儿还是有一颗螺丝的 把这个螺丝拆下来之后呢 然后 那边也处理完毕啊 下面也是有卡扣 处理完毕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 用力了 剩下的地方呢 就没有螺丝了 那就是灯呢 是这样的 你看啊 它灯下面呢 是有几个卡扣的 如果呢 你觉得 特别的紧 特别不好拆的话呢 可以去拆大灯 因为 就是这样的 因为它的下卡扣和灯是一体的 这种设计是不太 多见的吧 是因为 如果 万一 不小心拆碎的话 它是一体的 可能呢 就要换整个灯啊 所以说 你要是没有把握的 拆灯 拆灯也不太难 后面呢 有 一二三 三个螺丝 把后面的石板 掀一下 把三个螺丝拆下来以后 然后呢 把这个插头一拔 这个灯呢 就可以下来了 所以说呢 这块呢 小伙伴们自己去选择吧 然后理论来说啊 还是说理论来说 是不用去拆灯的 好 现在来说一下门吧 门呢也是比较 比较好处理的 你跟小伙伴啊 进去看一下 相应的螺丝 首先 顶端 有一颗螺丝 然后 下面 两个螺丝 三个螺丝 这个石板 是需要拆下来的 然后 这里面 是没有螺丝的 但是呢 你是为了拆这个 里面这个线头 是为了好拆的话呢 我建议啊 是直接拆这个控制面板 然后呢 下侧啊 下侧是有一颗螺丝 两颗螺丝 这个螺丝也是很多的 我就发现什么呀 就是通用的车吧 这个门板的螺丝都贼多 是不是 美国人讲话 这这这这这 关门都是照死的 拔名拽呀 我不知道啊 一般情况下 门板的螺丝呢 两颗 甚至于 一颗的 我们也见过 但是这个啊 就是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 一共是五颗螺丝 后面呢 也是基本上是 大同小异的 等一下玩去看一下啊 同样 一颗螺丝 然后 两颗螺丝 三颗螺丝 最下面 四颗螺丝 五颗螺丝 前后门 都是五颗螺丝 都是五颗螺丝 所以小伙伴要注意一下 好 这个也是门板里面呢 跟小伙伴去展示一下 这是后门 OK 好 这个是前门的 前门的位置啊 所以说呢 想去DIY啊 装点什么新棉啊 什么改个音响啊 其实完全可以自己去动手的 是没有问题 好 这就是这台车 我们在拆解过程中 遇见的一些问题吧 总的来说呢 这台车啊 其实呢 但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除了门上面的螺丝 比较偏多之外 后面的大灯呢 可拆可不拆之外呢 其实整体来说 这台车 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行 就是这台车的拆解要点呢 我们呢 希望啊 我们的视频呢 可以帮助那些愿意去 愿意自己去DIY的小伙伴 我们下一个车再见 拜拜